家有一地如有一宝 十三阿哥日常不仅非常宠妮小女友明威 而且宠妮自家四哥也不在话下 堪称上是宠哥界狂魔 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说得了情话宠得了哥 鲁蛋十三喜欢的女孩明威 为了帮助四阿哥缓和母子关系 主动向她请求了帮助 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要帮助别的男人 十三阿哥的醋坛子当场就打翻了 但即使是这样 一听到可以让四阿哥开心 宠哥狂魔鲁蛋十三 还是助了名威以彼之力 真是一个痴行的好弟弟 其实鲁蛋十三对四阿哥这么好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的时候 四阿哥给予过他很多帮助 母亲的去世让十三阿哥一直郁郁管欢 而四阿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给了他关心 也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所以他一直都很感激四阿哥 其实不止十三阿哥一直当宠哥狂魔 四阿哥也是个互端狂魔 对自家弟弟好的没话说 即使大家都已经长大 但在四阿哥眼中一直都把他当成小孩看待 别拦着我 小时 本正是要紧 四哥 你这典型就是糊涂 四哥我现在好开心 开心到 恨不得挨老师他们起前 你呀 真是越来越奇怪 看到他和十四阿哥要狩猎比赛 四阿哥也像个老妈子一样 关心着十三阿哥 知道十三阿哥要和皇帝出远门 临走时不忘嘱咐他照顾自己 而且四阿哥对十三阿哥一般都是有求必应 十三阿哥当初想要取名威 拿了一个望远镜来贿赂他 帮忙促成婚事 四阿哥想都没有想就直接答应了 要不说男人间的快乐很简单 你对我有恩便一直对你好 你是我弟弟便一直照顾你 这两对兄弟之间的感情 还真是实实在在 还想获得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吗 赶快关注孟茴吧